今天的话题呢,是跟电子钱包有关系 我有几件事情想说,想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就是说,很多人都很喜欢抢那个电子钱包吧 如果一些来历不明的电子钱包呢 如果可以的话,或者来历不明的一些讯息呢 最好不要随便分享 然后也不要随便去抢那个钱包 电子钱包 因为有一个案例就是 就是在那个微信那边呢 就是有一些人为了抢那几块钱 可能5块钱,3块钱的那个电子钱包呢 然后就现后的一些圈套 导致他们的个人当他们分享了之后呢 个人资料被盗用 然后那个电子钱包 他们本身的电子钱包里面的钱呢 通通通都不见了 有一个人他本身在电子,他都在微信的钱包里面呢 他有一个330万人民币 然后30万人民币呢 他就是因为为了抢那个电子钱包呢 然后就来去分享 然后导致过后呢 他的电子钱包里面的钱呢 从30万变成零 怎么办呢 那笔钱已经无端端的不见了 然后你要去找那个 相关的一些技术人员呢 来或者是报案呢 到最后呢,他们也是拿不回这笔钱 导致那个人呢 因为突然间不见了这笔 这么多钱 然后自己呢就跳了自杀了 第二点呢 就是 我希望说大家能够把电子钱包 跟你们的真正的银行户口呢 就分开 不要 不要说 把你们的银行户口呢 就 把房锁 锁定在你们的电子钱包 因为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银行户口是我们的储蓄 电子钱包呢 其实是 就是一个管道 寄钱 人家 金钱给我们 然后我们 或者是我们 把钱寄给人家 这个只是一个通道而已 而不是 也不是一个银行 如果你把你的银行户口 锁定了在那个电子钱包 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做法 把你的个人资料 盗取了之后呢 在你的微信那边 就盗取你的钱 你的电子钱 里面的钱 跟银行的钱 那么就损失很大 如果大家 在电子钱包呢 有很多钱的话呢 尽量就是 把 大部分的那个 那些钱呢 提款 提款或者提出来 然后放进去真正的银行户口 而不是说 就把电子钱包当作是银行户口 其实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个做法 然后第三呢 就是不要 不要随便的把你的银行户口的资料呢 给陌生人 或者是随便寄给人家 包括可能有些人 就是 或者是可能 可能一些人 打来说 你的银行出问题啊 那些 然后你 你的银行户口被冻结啊 这些东西 其中呢 就是我们先去打 去银行 去问清楚 而不是说 紧张的 然后就直接联络 他们给的那个电话号码啦 我是希望说 大家就预防这种骗局的发生 第四点呢 就是 尽量我们尽量不要随随便便的用一些来铺铭的一些WiFi 免费WiFi 因为当你用门 或你的WiFi呢 可能你们的银行资料会被盗用 那么通常 你要知道 当你的资源资料被盗用的话 他们就是 会盗取你的钱财 或者可能你的一些资料 我们的手机呢 也不要 把你们的银行的密码呢 输入在你们的手机里面 就比如说有些人是用AutoSafe AutoSafe Password 那么 这个东西呢 万一你的手机弄丢了 然后 你的银行户口的密码呢 因为你之前已经储存在里面 那个银行户口 已经储存在那个手机里面了 会导致你的银行户口被 被滥用 然后可能会被 啊 被别人盗取 你里面的钱财还是什么 如果你 你的长辈或者是 啊 有一 啊 一些父母亲 他年龄比较高 比较大了 哦 比较老了 那么 其实我是建议说 大家可以做一个银行户口 你就说你可能你跟你的孩子 或者女儿做开一个银行户口 银行户口呢 就是说 啊 一个户口 一个储蓄户口呢 他会有两个 哦 两个或者三个啊 拥有这个户口 就是这样一靠呢 那么最好呢 就是两个人哦 太多人其实也不好 为什么呢 因为万一 啊 这个是以防万一 啊 一些长辈他们需要用到钱呢 你们 嗯 其中一个人呢 就可以 把钱拿出来 如果说有些人他怕说 啊 可能二次方舍 女儿他们会把他们的钱拿 拿走 然后 账为己有 其实 你可以 可以放 几个 你可以在不同的银行 开 不一样的 那个联名户口 这个是以防万一 当 有事情 有什么事情的话 至少有一个人能够把那笔钱取出来 父母呢 如果他们把钱呢 放在二女跟二女呢 就是放在同样一个联名户口呢 我是 做子女的 做二女的 哦 我是希望说 不要 不要 为了钱 然后 把父母 世界国手上来的钱 照为己有 真的是 真的是很 真的是很过分 我们做人都要这样子比心 如果我说 你的钱被人家拿掉了 然后 而且那笔钱 就怎么发费 出事了 你 说 他 杂花 他 他是 女 trout 謝謝媽